今天我将会继续介绍Google Drive的桌面版本 它就好像虚拟的硬盘一样 只要有网络的地方 它就能运用自如 而且不占据空间 能把文件安全的保存下来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苏仁华 我会陆续上传一些在职场上所需用到的app 软件和网站等 好让大家能够轻松学习和提高工作效率 我上一期影片也有分享 Google Drive网页版本的基本操作 可以点击以上的链接来观看哦 话不多说 赶快开启您的电脑 和我一起这样做吧 原先的版本 Backup & Scene已经没有了 它与Google Drive Desktop结合了 成了最新的版本 所以我们可以将Backup & Scene移除 然后网页搜索 Google Drive Download 点击Google Drive 并向其下载 下载后 点击 Add an Application Shortcut to Your Desktop Then Install Install Install后 通过游览器 登陆Google Drive 就大功到成啦 好了后呢 我们可以打开Google Drive 桌面板 点击右向方的向上键头 点击Google Drive 可以查看Google Drive的容量 点击版本的Google Drive 是有15GB的容量共使用的 点击设定 Reference 这里有两个主要的设定 第一个是My Laptop 它就像之前的Backup & Scene这样 我们可以上传文件 然后该文件是以自己的电脑同步的 OK我们马上去实验 Add Folder 选择自己要上传的文件 比如书人翁 我们就select Folder 第一个Go呢 是指我们的文件 会以Google Drive重复 不管我们删除或更改文件 网页Google Drive也会自动更新 和重复的 第二个Go呢 是指 Backup 照片和视频 但此动作呢 不会以电脑重复 而且同样的文件 会被上传两次 导致占据空间 所以我本身呢是没有点击第二个事项的 点击 Done Save 我们可以打开Google Drive网页版本 来检查文件是否上传的 点击电脑 My Laptop 数人王 文件就在里面啦 接下来是重要的设定 Trim Files 和Mirror Files Mirror Files Mirror Files 是指所有 My Drive的文件 会保存在电脑 并同步上传至 云端 如果没网络也可以打开文件来作业 只设定是电脑与云端同步的 如果电脑更新了文件 那么云端的文件 也会自动更新 如果电脑没什么容量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第1个设定 Srim Files 就是选择 特定的文件 上传至Google Drive 我本身是 用Srim Files 功能的 就是选择特定的文件 上传至云端 然后通过网络 可以找回文件 好处是 它没有用到 电脑容量 而且可以把特定的文件 收藏下来 接下来呢我们进行Google Drive的桌面版本操作 还有呢我是以Srim Files作为基础的 打开右下角的Google Drive 点击文件夹 My Drive 上传一些文件 比如Tryu文件夹 上传后 观察该文件左下方的蓝色圈圈 它代表文件正在上传着 点击右键更新 云端的符号 书线代表 使文件已经上传至Google Drive了 我们可以打开网页Google Drive来验证 我们可以看到 Tryu文件夹已经上传至网页啦 另外 我们也可以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 使用该文件 右键点击你要储存的文件 Offline access Available offline 右键点击更新 看到青色勾勾即可 同样的步骤把右边的文件储存下来 切记 Google文档是 Online only 它是不能储存下来的哟 最后 打开Google Drive 我们可以通过 Activity和Notification 查看我们更新过什么资料 和所有Google Drive的活动信息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大家有帮助的话呢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和打开小铃铛 再见 median 未经许可,你会认为